既然美国公布一个空拍图 在沙漠中 竟然有一个这样的图案 这不是啤酒瓶啊 观众朋友 这是美国驱逐舰的状况 这到底要干什么东西啊 其实 其实中国的解放军 在甘肃曾经就仿哨了 跟我们清泉岗机场 长得一模一样的机场 在一个地方实施空降 实施轰炸 实施攻击 模拟攻击机 其实我们国军早就掌握到 那至于说这个 其实美军也早就知道了 美军早就已经 应该是在2016年吧 美军就已经掌握到 只是美军的时候心里想 你坐着要干嘛 对 路上行舟吗 对不对 这就从空拍图 就是一艘航母的一个影像 塔克拉玛干沙漠里面 有一艘全尺寸的伯克吉驱逐舰 对 它这就是一艘 美国标准Size的一个军舰 那它坐在沙漠上干什么 后来他们仔细发现 下面有铁轨 就是这个驱逐舰下面是有铁轨 它要模拟它在海上的移动 答对了 为什么在沙漠 因为沙漠有丘陵起伏 有点像 所以它在铁轨拖行的时候 它会起伏 有点像海上的浪涌 那它就用这种速度 因为铁轨的拖拉速度 可以按照它的设定来走 30海里左右就可以 它就这样拖 然后所有的解放军的 这个攻击机轰炸机 就开始追踪模拟攻击 包含了导弹 它都要算它的这个波率 算它的速率 就在这样做 那所以说美国 看来说美国觉得是 人家说哎呀 美国吓尿了 美国吓坏 美国是笑翻了 为什么 因为其实 你在怎么模拟沙漠上的浪涌 浪坡及速度 跟海上就不一样 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打路上把 跟打海上把 不同的打法 真的吗 海上把是怎么打 因为海上的把 那个浪坡 它是没有办法去预测的 所以你说 我们在路上 收过这个路 高起来下去 它下次再走 还是这样高起来下去 它是一样的坡率 所以打海上最好 像雷霆2000 一个面打出去 雷霆2000 为什么说打海上目标不好打 因为它那个浪涌 不是五公尺十公尺 它是一两层楼高的 所以你看过去的时候 看到这个航空母舰的头 等到再下去 它不见了 那你这个飞弹 打过去的时候 你是瞄准它的头 它下去的时候 它就落海了 所以它是不好打 所以美国就说 真正要做训练 这个只能做训练 就是例如说 菜鸟飞行员 菜鸟操作手 为了要防止操作手的危险 所以我在沙漠上训练 因为沙漠上的 包含了它的温度 湿度 还有整体的训练的 这个参数 很好控制 不会发生危险 上了海上 那一不小心就坠海了 一不小心就落海了 所以说这个事情 算是他们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基础 的一个攻击训练基地 但是呢 美国还是觉得很重要 他觉得 表示他们真正的 就是把美国当假想敌 对啦 这个政治意涵很大 对很明白 就是把美国当假想敌 以前是针对侵权纲 以前是针对我们的总统府 现在是针对美国的军舰 所以中国大陆的解放军 他已经不再是把这个 征服亚洲当成 他的决心跟野心 而是要征服世界 成为世界第一的霸主